朋友们看这一地的苞米 这都是留着喂小鸡的 我们村里头看 为数不多的年轻朋友 光头年轻 朋友们看这个眼熟 这个是我们村的治保主任 刘叔 我拿一锅 我拖不动 我就剪它 你俩俩套给你做 我用手剪的 他俩锅 我装的慢点吧 你帮我带一锅 三个锅头对我 作为一个带头的外人 然后我先帮人设想 小伙伴们叶坏正软 你再现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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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这帮 先那一帮 咱俩一帮吧 行不行 跟姑姑一帮 跟姑姑一帮行吗 咱俩一帮 我给你称带了 好不好 好 咱俩一伙啊 你说这是啥 你说嗨 你对着我的手机 说嗨 嗨 真好 好了 等会儿啊 扔吧 真能干 好棒啊 好了宝 不走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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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几位男士干的太快了 不用我们了已经 你说嗨 嗨 你几岁了 哎呀 忘了 忘了 哈哈哈 你说我忘了 我忘了 你说男士干活 我们女士休息了 我们女士干活 咱们两个女士在这拍视频 哦 看视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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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点薄米来了一群人 来来 吃 来来 吃 走脸都有饭是不是 哈哈 哈哈 这锅我来 嗯 有效吗 有一口去拿 这锅我来干的这个细口 对 这锅我来干的 对 这锅我来干的 所以你能打开 好啊 我来干的 我觉得是竹子 我来干的 还钱 我来干的 看我把我刘叔给累了 朋友们每年这个灵芝 我刘叔养这个灵芝 七月中旬左右就下来了 这个照片你拍过吗 你敢吗看看吧 看看朋友们 这是我刘叔的灵芝 园里的灵芝好漂亮 长大了就得绑一下是吧 朋友们这人多干活就是快 我去了实际上也没绑到什么 就是给撑了点带子 人多不用我干了 一会上山再去把我家弟弟 那点苞米苗给见见苗 我们家去年这个山上 这个点地种的是豆子 有双苗 在这也有 看朋友们这小苞米苗 这种两颗的就给它挑小的拔掉一颗 这种差不多的就留一个就行 其实我们现在的地越来越少了 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区 全都没有什么平地 都是山地嘛 后来山地不产粮 又兴退更还林 所以现在就没有多少地了 鸡的以前家里头养的个牛 老早老早起大早起来 种地套上那个牛车 然后走山地 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 才能到那个地里头去 从种地 然后建苗 然后施肥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区 那些大的鸡 就是现代化那些机械设备 根本用不上 只能说人力去弄它 然后就是后来有那个播种器之后 我们就是种地的这些 才能轻快一点 这个苞米就得从种地 然后从它长出来苗 建苗 然后施肥 施完肥之后就耗草 就耗草 耗完草之后还得施肥 施完肥再耗草 然后才能到秋天 快到秋寿的时候 所以就是山区的这些 远地方的这些地 多数已经是推更还林了 全都种树了 我们家的也都种上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